最红的那一张 《野风王沙大闹夜总会》 是他们的第一张唱片 《寿华林》的程度到达是唱片送到唱片行 然后板多还没有机会放进这个风道 就给人家买去了 在1967年以所谓白话方言 作为校剧的一个方式 没有类似这样的唱片的面试 后来在板的过程当中 他们还把唱片的封面颜色给换掉 原本是深绿色的 后来他们再板了之后 他们就把它换成红色的 然后又再板了之后又把它换成蓝色的 你怎么样推出人家怎么样买 这个就是当年整个 《王沙野风》唱片的那个风鱼程度 跟它销量惊人的一个现象 他假如要出一张唱片 他就很细心地去找灵感 他很喜欢去巴掃跟那些菜饭 鱼饭 跟他们讲潮州话 那么他这些灵感 他找了来写了基本现成的 就给的风了 不好就散掉 再重来 他的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